发生于2022年9月5号的四川卢定6.8级地震 造成海螺沟景区道路受损 严重路段约7.4公里 主要位于线路起点至1号营地 景区因此封闭 位于景区内的共和村部分房屋开裂或倒塌 需要维修加固或恢复重建 这个春节 抢工期抓重建成为当地的关键词 日前 记者从摩西镇前往海螺沟景区 全长569米的青港坪隧道 已经进洞施工 数十名工人正在加固山体边坡 道路灾后重建工程相关负责人表示 海螺沟地处鲜水和断裂带 项目范围内存在多条断裂和分支断裂 岩性极其破碎 山高 坡斗 鼓深 地震造成多段道路出现连续分布的高位滑坡和崩塌 通行危险性极高 抢通保通难度极大 截至2023年1月10 我们已经完成了27个供电的施工人物 现在已经达到安全通行的基本条件 我们也正在筹备第三阶段的载后重建工作 现目前我们的载后重建工作 最主要的重难点有两大方面 一个是攻击精 二个是风险高 为了圆满完成我们最后重建的施工人物 我们存建期间 所有施工人员会一直坚守在我们的施工现场 记者在海洛沟景区道路恢复重建现场注意到 原先道路多是沿着山坡及峡谷布线 因此地震时发生的山体垮塌 滑坡 路基垮塌等造成道路严重受损 如今的恢复重建工程 经绝壁公路下摩西台地后 利用青港平大桥跨河 沿既有道路布线 还特意兴建四条隧道和两座桥梁 进一步提升防灾能力 在共和村三组 雄金琼家受损较轻的房屋 已基本完成维修加固 二楼的房梁上挂着数百斤腊肉 光泽诱人 趁着连日晴朗 村里亲友都来帮他家地砖砌墙 雄金琼说 就想在春节期间把房屋修好 开开心心过年 现在我们就想把这些跟他 砖这些重新建过 建过把这些出现这些维修好 搞修建的人也多 这些都是亲戚朋友啊 那些来帮忙嘛 互相维持吧 我们要去跟他帮忙 人家我们帮忙 我们还是想尽快把它修好呀 大家高高兴兴的 过过春节 过过好年 谈及镇中周边的房屋 重建进展 海螺沟景区管理局 建设管理局副局长吴亮说 目前已完成 统规自建的设计方案 未来将根据 统一金美的外观风貌 进行重建 目前道路的那个应急保通 已经采取了工程措施 已经基本实现了应急保通 然后受灾的群众的房屋 据我们统计下来有 1391复 目前已经基本完成了70%左右 需要房屋统规自建的 应该是1076复 目前已经完成 那复形设计方案已经完成了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 精美统一的外观风貌 进行统一的进行重建 对吗 这一步是